第一个就是我们去年是夺得罐的队伍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春季赛也是夺得罐的 所以说下期赛如果就是春季赛夺冠军下 下期赛还没人打出国的话 然后就感觉就感觉自己很丢人吧 然后也想去世界赛证明一下 就是我们今年跟就是跟去年相比 我们今年能打到什么是吧 所以对于JK乐来说 或许对于整个IG来说 这或许是一个压力 但我觉得今天已经到了决战局 这种时候忘掉所有 作为前职业选手消散 阿雪感觉 这把选卢先也是一个挑战呀 这个位置 这把选卢先也是一个挑战呀 准准没有中 JK这边有一个治疗先拉开一下距离 但这边红棒黏了一下 熊熊这边被反手打了一下 但下路牛头有一个先手的能力 不过下路的狭路 JK这个位置很没钱 闪现 追起来 宝兰这里是想凯熊秀 熊秀这边一颗出手了 JK这边是送出了一血一阶拿下 现在把捕刀也是追起来要推 但是这边要交提起来要反打 想凯 看下阿尔菲准飞了 而朱妹这边 又住了北上去想杀一个没有闪现的牛头 熊秀又来了 JK乐伍这边没有队友的 这里很危险 被顶在墙上 凑起来 JK乐伍这边闪现往左边跑 宝兰这边要抛呼对待队友 但是都快躲掉了 反打的闪现天脸 本来换掉了 但是自己这边皇子还有一球 一球过来揭盖大招 JK乐伍倒地 宝兰的话实际上是没有技能了 这边要跑不掉了 应该是跑不掉了 侮辱这一波熊熊跟球球 无论能够有一波精进宝吧 下路又来了 熊熊这个位置非常的刁钻 好狠 但是这一波的话朱妹就在附近 这边的话先看一个大招 JK乐伍躲避下伤害 球球这边大招还在手上 朱妹来的位置被发现了 这一波的反蹲 就是这一波这把的优劣势 不像上一把那样 是通过打架打出来的 三六这边被迫就要秒秒了 但他不知道后面什么情况 看到了 想逃 三六九这边至少死一个吧 我觉得 应该要卖霞 若这边能跑吗 霞是肯定要死的 所以你这个不需要存防对吧 没有那么发背名 一球没打到 反向好来 这边卢仙打了一套伤害 皇子被逼掉了自己的闪现 这就是那边点发太脆了 但那边熊熊是活了下来 这边如可以有点错 如流位置不是特别好 往后拉一下 球就这边往后 要往后拉 场上这边 所以那一场 耐特跟泽赛是做一个王者比根 但耐特感觉活不下来了 泽赛还有一个血迟 一能爆掉 伊德这里也很危险 洛克一脸了 但是一球抢耐特 抢这边的泽赛 抢这边的泽赛倒地 球这边的话 还要改如可以 就跟这边也飞一秒 洛克的这波回血啊 这边的中上两个人有点上头了 但这波都加快 这波伊德一个大招先挂一下 预怕了 但还有水银 但是后面三个都打得到 凯南的技巧 凯南宝兰是被融化掉了 泽赛这边要被杀 这里的话球球也倒地 这波的话 埃及的开团好像没有太好的效果 有三个残血 打了一波 像泽赛这一波伤害拉满 也是打了几个残血 没有死人 看这个艺术归艺术 其他人打不到 没用 哇 这个太艺术了 好帅这个 在洛克这边的反应也很快 然后包括 后续凯南的进场 也是保护了洛克的输出 对 导致这一波正面的埃及 只打掉了一个牛头 而后面泽赛 由于没有人帮他护上 飞及其他人不好开 不过你开凯南的话 自己这边短手的飞过去 开凯南 凯南被秒了 有了 好像凯南已经被秒掉 凯南 凯南看一下位置 这波套帽不能打的呀 凯南提的位置很刁钻 这边凯南 凯南没有闪现 但是JK拉伍这个位置有大 这边保蓝保护一下JK拉伍 保蓝三个人这边大招的效果一般 这波不能再打了套帽 因为西约鬼进场了 一队大招挂得很好 一队大招挂来可以 但这边又是呀 这大招的卢西安 但是皇子级也被秒掉 两边是打了一波一换二 西约鬼那边一闪 一闪没有放在这边的凯南 老虎那边进场了 那边猪头跌了起来 我有这个小的 也没有猪头很关键 一阶大招 猪妹抵到了最后 但这波的话 两边都是准时惨重 一旦使他出了上空的情况下 一波一波被他挪掉 这边卢西安又是没闪的 球球这边有点跑步掉了 球球这边的话是抓了一个没闪 这个时候就全部压在三六九的身上了 打得非常快的 雪约鬼在这里先阴了一下 一阶大招挂到两个人 正面打得很快 有一条土龙 爱奇选择了果断的Rush 不过皇子的棋子已经插得下来 这波爱奇很危险 爱奇很危险 落这边要开 鼻子一个水鱼 开大招的水鱼 爱奇选择了 熊手的EQ被打断 热叶的猪头 打断了他 而且宝兰也活了下来 这个老子打断一个杀刀 前21分钟的好局 这一波 这轮到涛博的回合 涛博没打出来 没打出来啊 这边凯南没有滚断往上走 直接被魅惑抬了起来 大招一瞬间 阵亡了 这一波爱奇的野斧也打得好 而且对 宝兰这一波很关键 对 你看出面这个头 出头 把熊手的EQ打断了 是的 这乐园这把 闪现大招 还没有能够盖住 这比赛的表现来 评断乐园这一场 会怎么打的话 那你可上当了 对 熊手EQ已经交了 路这边要排吗 对 安琪也很像 直接在塔下秒掉了 那这样子 下代理员直接招出了大招 大招给他打了 反正大招点一下 那的话 安琪现在也不讲道理了 不讲道理了 这边的话 一定在旁边只能打一些招 就可以顶了下来 乐园那边还能消吗 乐园那边的速度打得很晚 这一波要冷静 这一波要冷静 有下冷静不了 有下冷静不了 这边的话 只是一个Loken能消到 对我们这个俩 跟乐园在塔上 拿到一个团面 这一波乐言在前排是承担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主要这一球我们以为埃子都会撤 但他们并没有选择这样做 是的 两个长手的飞距 等一下 正面又打起来了 直接入 开起了牛逃 这边球球可能要被卖了 感觉球球交出了自己的闪现 老牛被卖了呀 因为这一波熊熊才刚过来 我现在对于套路来说 这一波打也得打 不打也得打 坎南还有大吗 还蛮有大 猪妹拿到了大龙 老牛被卖了呀 因为这一波熊熊才刚过来 想要追 想要追 有点玩火 扛多了扛多了 iG在 危险的边缘在试探 疯狂试探 因为本身我们知道 超过的这种手很长 2TP 要偷炸了 哦 正面也是 正面三个TP吧 没断到 一个都没断到 打着不了 iG连波的选择好像并没有奏向 机会不过被真眼发现了 被试探了吗 被试探了吗 先有个大两个 浪加州的闪现大阶 招技能 这边浪加州的海南 凯南在跟猪可以在多肉活 但是这边老就死了 凯南倒进 猪妹那边在粘住一个人 而且Local那边是被逼得回不了家 那得要被猪妹粘死了吗 但是这边猪妹没有蓝了 闪不掉 闪现A子 iG结束了 结束了 在这个冒泡赛当中 那只iG他回来了 没有没有 我已经做到了他们的最好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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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住了自己的 预言 预言 保住了自己的 选择 今天两队发挥都很好 说实话 打得BO5的决胜局了 但我觉得 IG在一些关键的决策 你看他们那些果断的先手 包括在怎么打这个团阵 他明显处理得更加冷静一些 我觉得是西洋是老的了 对 超国从春季赛到现在 所有的进步 每一个选手在场上的拼搏 我们全都看到了 但是IG在这个表舞的最后一场 他们变得如此的细腻和严谨 两边真的是 我觉得要把掌声给到两边的队伍 奉献了一场足够精彩的较量 最终我们还是恭喜 更为老辣的IG重新返回了 这一届全球总决赛的舞台 是的 同时也要恭喜小乐妍 这个表舞的最后一局 他是没有阵亡一次 这一辆场冒泡赛 他得到了一次进合 这一届全球总决赛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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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届全球总决赛的队伍